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前堂开茶铺的赵帕尔阴差阳错卷入此案 两人不打不相识从而结缘 顾千帆为什么要追查叶燕图 由最新剧情可知 叶燕图是证明当朝皇后在嫁给皇帝前就以失真的证据 所以顾千帆要找到叶燕图进行销毁 以此保住当朝皇后刘阁的名声 根据历史背景 很容易得知孟华路中的皇后是宋真宗的第三任皇后 张谢明宿皇后 姓刘 名不祥 民间相传为刘娥 她是宋朝第一个临朝称治的女主 常与汉朝的吕后 唐朝的武则天并称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离猫焕太子中的刘皇后就是她 那么历史中的刘娥真的在嫁给皇帝之前就已经失真 并隐瞒皇帝才得以继上后卫 带你了解宋史中真正的刘皇后 刘娥 幼年而孤 她出生在益州华阳 并在刚出生就失去了父母 被养于母亲族家 寄人篱下的刘娥稍稍长大就成了歌女 不但歌声委婉动听 还善于波涛 刘娥很小就嫁给了属地一个叫宫美的演将 后来断银为业的宫美携带其一只京师谋生 在京师 宫美因生计艰难 想将美貌的妻子嫁出去 解决燃眉之急 此时 赵衡为乡王 一心想找一位四川美女 此事被给世王宫的张民得知 将刘娥推荐给赵衡 赵衡一见刘娥大为喜爱 赵衡如母不喜欢刘娥 或者怕此事影响到赵衡的未来 就将此事报告给了宋太宗 果然太宗对赵衡的这一行为极为不满 下令赵衡将其驱逐 无奈之下 赵衡只得金屋藏郊 让亲信张民为其安排住所 张民将其安置在自己家中 为了避嫌不敢回家 至到三年 宋太宗驾崩 真宗即位 因为对刘娥的眷恋 其得以正式入宫 但后宫已经有了郭皇后和其他遗众嫔妃 刘娥并无名分 几年后 真宗将其封为美人 由于刘娥是个孤女 没有父母 也没有其他家人 所以刘娥任前夫公美为兄 公美也被刺姓刘氏 此后的真宗越发宠爱刘氏 但这位想要步步高升的美人 却遇到了重重阻碍 由此可见 历史中的刘皇后确实是歌女出身 在嫁给皇帝之前确实已经失真 但是蒙蔽皇帝却是不存在的 刘皇后何止是失真 在嫁给皇帝之前就已经嫁娶 跟皇帝乃是二婚 这一点皇帝比谁都清楚 但是后来认前夫公美为兄 公美也被刺刘性这种操作 我是看不懂了 皇帝这个都能接受 可能这就是真爱吧 真宗欲封刘氏为贵妃 派遣使者持自己的手扎 位于当时的丞相李 李航当即烧了手扎表示反对 虽然史料中没有说明 李航反对此事的原因 但刘氏出身低违 应该是李航反对的理由 因为此时真宗继位不久 根基不深 所以权衡之后只得作罢 而明智的刘娥也与其他嫔妃不同 见此情况立即故作请辞 落了个尊重大臣的美名 景德四年 当时的皇后郭后 因痛失爱子 离开了人世 此时真宗的五子全部早邀 中宫也开始出现缺位 真宗欲立刘娥为后 遭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对 认为刘娥出身威贱 不可以为异国之母 出身威贱的刘娥 如何在重重阻碍之下登临后卫 离猫换太子的故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垂帘听证后 洗穿皇帝滚服的他 为何没有效仿武则天称帝 点赞关注不迷路 下篇文章为您解答